我中了 吴敬子朝傲如生 我中了 这是如林外史中一段快智人口的故事 范进重举 如林外史深刻地在线了封建社会默契的社会现象 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代表作 吴敬子是怎样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呢 听了他小时候的故事 你也许就明白了 给孔圣人磕头吧 嗯 敬子啊 我吴家时代是书香宁门 历代都是自幼苦读 然后靠科举得众 入朝为官 几百年来世事相成 到了你这一代 要清出于兰而胜于兰呢 敬子 你怎么发起呆来了 父亲 难道读书人只有做官这一条路吗 读书不做官做什么 农夫种田我们才有饭吃 织女织布我们才有依存 天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为什么一定要做官呢 你怎么说出如此糊涂的话来 读书人苦苦读书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十年创下无人时 一举成名天下织吗 那为什么又要当官呢 你怎么一点功名心都没有 当了官荣华富贵都有了 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 不明白 真是一块朽木 这样吧 我把你送到范老先生那儿去读书吧 范老先生今年七十多岁了 仍在考举人 他考了不知道多少次 可是每次都没有考中 他一辈子求功名的精神 可叹可敬啊 我中了 范老先生您中了吗 范先生 小儿静子从今天起就交给您了 静子来给范先生磕头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 早就听说令郎天资聪慧 将来一定是个做官的材料 我可对学生很严的 不知吴先生舍不舍得 舍得还望范老先生严谨的材料 是全家管束 只要这孩子认真的读八股 将来一定能一举首登龙虎榜 十年伸到凤凰池啊 什么是龙虎榜凤凰池啊 上了龙虎榜是中了举人 到了凤凰池 那就是官制中书令 当了大官了 我等升文学子言行举止 写文章做人 要按孔圣人的道德观 和八股文的格式做文章 你们不许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开始吧 孔圣人的道德观 八股文的形式 不 我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写 嗯 嗯 先生 我的文章写好了 先生 我真的是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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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先生 我的文章写好了 哦 是静子啊 这么快就写好了 嗯 你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 我不是说按孔圣人的道德观 和八股文的格式来写吗 我是按自己的方式写的 有什么错吗 嗯 你能有自己的想法吗 我不明白 爹妈剩下我给我一副头脑 不正是让我想事儿的吗 你要看圣人是怎么想的 圣人是怎么说的 你该怎么说怎么做 圣人早就告诉你了 从圣人一千多年前就死了 他怎么知道我今天想什么呀 放肆 你竟敢如此不逊 胆敢藐视嘲弄圣人 我只是觉得 读书之人一味臣女 古书古训 实在是太迂腐了 胡说 你看你的文章 不光所写的离境叛道 而且完全违反了八股文的格式 简直打你不到 我认为做文章不一定要做八股文 反了 反了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跪三个时辰 在这里背签字文 不能胡思乱想 天子众英豪文章 较耳曹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远耳向天下 穷泽善其身 一举登科地 双亲卫老师 请一归故 抓到了 抓到了 先生 不 先生 太不像话了 不 先生 先生 我 先生 我 我 你把手伸过来 范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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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范老先生 范老先生 恭喜恭喜您了 喜从何来呀 哎呀 您中了 啊 妈 哎呀 您您中举人了 啊 呃 不要开玩笑啊 哎呀 是真的 您听 您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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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范老爷 您中了乡市第七名亚园 老爷 您中举人了 您中了 啊 啊 哎 啊 哎 范先生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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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了 哈哈 我中了 他怎么了 哎呦 啊 啊 啊 先生 先生 您没事吧 啊 我中了 先生 我中了 我真的中了 先生 我中了 天 我中了 我中了 范先生 你这不会是疯了吧 啊 我中了 哈哈 我中了 哈哈 哈哈 吴敬子毕生横对流俗 终生不逝 他鄙视官场斗争 如生丑剧 以自己所见所闻 经过十年的努力 终于在四十九岁那年 完成了如林外史 这部现实主义巨著 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夜